那要问战坦神装饰是什么 那必须是纯性昌雄了 而另一件主动装备 雪魔之路就没那么受宠了 最近有两套热门出装都涉及到这件装备 究竟强势与否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一位先有留言的 弱化雪魔 陈耀金 出装是抵抗鞋 雪魔 冰心 不死鸟 爱你战斧 电刀 那召唤师技能携带弱化 那小金金的召唤师技能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了 这下又来个弱化流 强度如何呢 首先要肯定的是 这套出装的陈耀金那是非常非常的肉 就像这一波 我方人头4比13落后 我开大弱化 顶着三个人的输出根本就不准掉雪 最后开一手雪魔 想死都难 试完所有技能终于等到队友来收割 重伤77% 而且因为冰心加爱因战斧 有35%的减cd 团战打完大招又好了 简直是勇弄机 并且第一个大剑就出雪魔 会让对面完全反应不过来 对伤害预估也会出现失误 可以说由于雪魔完美契合陈耀金 血量越低 伤害越高的属性 加上弱化 撕雪开出来自己不准掉雪 反而对面没了 确实非常强 再者不缺伤害 后期残雪开雪魔 会有高达1200点左右的攻击力 A出一道暴击就是2000多伤害 A2A直接带走一个脆皮 真是弱得不行的同时 伤害还高 除了这些 带弱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陈耀金4期前比较弱 但凡对面强势一点或者打野来的话 就得暴逼 但弱化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只要雪量别太低 对面来抓直接跑塔下 存活率大大提高 不过需要说明的时候 陈耀金最强的是中期 这个时候大家装备没成型 伤害坦度都不够 陈耀金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在弱化没有成绩 发育的快 这个中期会大大延后 因此强势期较短 如果推塔不给力 很容易拖到大后期 这个时候陈耀金就变成了一个大杀包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因此我建议不是老神耀金 可以用弱化降低自己的控血难度 快速上手 当一个团战脚屎棍 当队有实时伤害 如果已经很熟练的话 还是带成绩打野区入侵 快速进入强势期 用单带打出优势上限更高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一定在发 真伤面前不存在护盾 下一套出段就是双护手 雪魔流旅物 这是一位职业选手开发的套路 开局先两个经济护手和雷铭刃 然后直接合成雪魔之怒 之后是正常的半肉流 反甲 暴力 凤魔刀 火军 雪魔驴布又强在哪里呢 我不读书啊 大家看这个近乎满血条的护盾就知道了 少说也也六七千 实战中这一口绝望之盾 不知道让多少人妄而却步 相比纯净三重 雪魔的优势在于CD更短 残血释放更容易把握 前期护盾也比减伤更肉 更重要的是 雪魔护盾的消耗优先级高于 二技能护盾 这样 铝布先开雪魔再二技能吸 就可以做到既不掉血还能回血 契合度也是可以的 不过也有缺点 就是首先 后期大团战纯新苍穹肯定更管用 雪魔的护盾有点不够看了 其次苍穹自带10%的减CD 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最后 雪魔的被动并不能因为 铝布变成真实伤害 铝布这套出装 血量加成不多 外加没有穿透 这个附加伤害相当于没有 因此我建议 你的铝布如果是后期 分割战场吃伤害的类型 出装熊更好 如果是跳后排 想增加残血反打能力 那就雪魔更好 关于这两套出装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一二地名为 呆局人生的先有留言道 大县 我也想要跟你同款的支付架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 我这款支付架的水很深的 一般买回去了都当跑步金用了 只有像我这样的人 抵挡住跑步的诱惑 才能发挥到百分之百的力量 哥劝你别买 你把握不住的 咱们不见不散